你说喝什么药 喂 王爷 这是公主的安胎药 你说什么 对不起啊 太皇太后是你最亲近的人 他突然离开了你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 你更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先是因为我 因玉佩一世对你父亲产生怀疑 害得我们俩之间产生这么大的嫌疑 以至于太皇太后离世 我都不能陪在你身边 是我对不起你才是 我把它修好了 我以为你把它丢了呢 它一直都放在我身边 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 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 这链子怎么比之前还要好看啊 我换了一条新的链子 比以前更加结实 这样以后 想逃都逃不掉 对了 今天没能夺回神鬼兵器图 你说让我相信你 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吗 所以要制成神鬼兵器关键的一步 全靠它来完成 嗯 你想啊 师父也跟着我们逃了出来 这样呢 有了师父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完整地制作出神鬼兵器 到时候呢 就拿它来对付庆太和一些惨次品 咱们不就易如反掌了 公主 你说喝什么药啊 喂 王爷 这是公主的安胎药 你说什么 王爷 我们家公主为了齐齐赶来救你 肚子里的小宝宝可是跟着受了不少罪 你可千万订阅她把药喝了 宝宝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就是那么回事 赶紧的 你赶紧给我给我给我 快快快快快 好 慢点啊 谢谢你 没有放弃我们的孩子 谢什么谢呀 我才不会因为一时赌气不要她呢 她既然来到这个世上 那她就有活下去的权利 我真希望她是个女孩 能跟你一样勇敢聪慧 要真的是个女孩的话 我们就叫她李安诚吧 寓意成定安邦 天下太平 李安诚 李安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